农村小哥捡石头 一个玛瑙石啊 这个外表的话 水晶有点重 这个地方有一个水晶包 然后这边 这个水晶也是过来了 意思是说 它这头啊 应该全是水晶 这个水晶的话 它太松散了 所以说就没有什么用处啊 然后整个石头的焦点 就在这一头了 因为这个地方 发现一个小小的眼睛 还有这里啊 隐烟的也可以看到 有一个小点 不知道它能不能出现一个眼睛啊 这头敲开的话 它里面是有点红 然后打灯 红色 它透光就不是很大 这块石头 重点啊 就在这一头了 如果切开 它行的话 应该也有图案 如果切开不行的话 估计又是扔掉了 石头这个东西啊 很难说的啊 所以说 只有把它切开了 才能更清楚的来认识它 好 我们就给它上机器 给它切上一刀 看一下有没有奇迹的出现啊 一共给它切了好几刀下来了 这个水晶感觉有点重啊 我们来看一下切开的效果吧 来那位刚才一刀下去 没吃的一瞬间啊 哇塞 这里面还是水晶 一点点玛瑙剂都没看到啊 再来一刀吧 哇塞 这刀进来的话 玛瑙剂倒是有一点 但是感觉很杂乱啊 这边还出现了很大一个面积 杂杂的 啊 直到贴到这一刀 才看到有一点点蛮脑质啊 后面还是不甘心啊 因为刚才这边 它这里是有个敲口的 这里是有个敲口 发现里面有一个眼睛 而且旁边还是红色啊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刀吧 来那位刚才一刀下去 没吃的一瞬间啊 哇塞 还是很尴尬 直接垮了 整个石头切到这一面 这个地方才有两坨玛瑙 然后这些全部都是那些杂质来的 这个石头这么大 连一个吊坠可能都起不了 没啥用了 看来今天又是成功的报废了一个石头啊 还是赶紧把它扔了吧 好 如果你也喜欢石头 请关注小哥啊 农村小哥剪石头了 感谢您收看小哥的视频了